欢迎您收看11月30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吉安 现在带您关心天气 今天摆台湾的气温一路往下滑 预计到了晚上就会降到17度左右 整天感受湿冷 预计湿冷的天气持续至星期五 到了周六东北季风就会减弱 水汽减少 带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中央讯息 首先看到美国大纪元英文版报导 英国国会领导人与总统拜登 共同阻止铁路罢工 接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中共对中国科技行业进行打压后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住在东京近半年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中国各地掀起反共抗议浪潮 中共境外反华势力论调遭反驳 北京民众指出马列主义才是境外势力 来看到日本曾经新闻报导 日本首相岸田和蒙古总统举行领袖会谈 强化合作威慑中共北韩以及俄罗斯 印度华语一家电视台报导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表示 在全球能源安全方面愿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 台湾大半岛电视台报导 在一名报导抗议北京清零政策的BBC记者 召席被捕后 英国召见中共驻伦敦大使进行谴责 早安清早人先来聚焦 中国数十个城市与学校爆发白纸运动 民众挺身反对中共封控 世界获得国际舆论大量支持 11月29日中共卫健委在记者会上称 应对疫情要快封快解 应解禁解 但各地在抗议活动之后 封控的情况却持续加剧 11月29日 在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声称 做好风险研判 精准判定风险区域 做到所谓快封快解 应解禁解等 会上 外媒记者问道 近日有民众不满防疫政策 上街抗议一事 当局是否重新考虑调整疫情政策 米峰称 政府一直在研究 不断在调整 还说 第九版防控方案和20条优化措施 各地只要严格落实 就可以降低疫情风险 在相关新闻发布底下 多数民众反问如何落实才是关键 在场国家疾控局监督司官员则称 近期群众反应问题主要不是针对疫情防控 而是对地方层层加码一风了之 长时间不解封的问题 上海黄女士告诉本台记者 当地风控时间确实已经缩短 不敢长时间风控 但实际原因是各地都没钱了 真清静 比过年都清静 北京昌平区某个政务工作人员表示 当地仍在掩控 并未放松 奉劝这段时间不要进京 旅美经济学家黄大卫日前表示 当局出台20条背景之一 既包括未来地方如果不落实 导致种种社会矛盾或经济人命损失时 能将责任推给地方执行不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敦侯 易如 刘芳采访报道 白智运动反映了中国民众长达三年风控的民怒 目前中共各地警察正在查民众的手机 删除翻墙软件 不过引起民众质疑与抵制 在上海乌鲁木齐路遭盘查的中年民众反质问警察 不过网上传出一段影片 据称是一名上海警察在客运上查一名年轻人手机 没有得到配合后就删年轻人耳光 同行人发声要求不许打人 杜兜社报道 中共已经开始调查一些周末曾参加聚集抗议的民众 有人被要求到警察局做书面记录 中共当局禁止民众携带白纸 防堵白纸运动 气氛紧张 北京市民王女士29号告诉新唐人 28号他搭车去府邮街 发现警察少了很多 可能被抽调到前一天发生过抗议的地方去了 而且禁止民众携带白纸 防堵白纸运动 网传视频显示 28号晚北京四通桥上有两辆警车彻夜看守 昨天我路过四通桥那儿很多警察都是穿着便衣的 长期的压抑 每个人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呢 我也挺欣慰的 因为中国人民中性觉醒了 四通桥上那个勇士 他的那些标语都成了大家活动的口号 他的口号也被封禁了 我们就在积极的支援 我们愿意去 一个多月前 北京市民彭丽巴在四通桥挂出写有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横幅 成为各地民众抗议活动的口号 开始的时候口号喊要求解封 已经都升华了 就是要求民主要求自由 有很多的人举张白纸 这些年轻人表现得都非常的好 捉起乌鲁木齐那个大火 都泪眼汪汪的 让人特别的揪心 怎么这么残忍呢 警察现场去抓人 北京市民郭先生透露 北京很多小区被封控 经过抗议 已不像以前封的那么严了 都给封家里 就要有野风 有些通常 因为现在劳民的法 历史都提高了 日本会和据委会他没有成立共同 现在北京有点通 这个不是这么严嘛 看说运动来之类的 还让人出去 金唐人记者雄斌中原采访报道 在中共政府对中国科技行业进行打压后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行踪 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消息指出 马云和家人在东京居住了将近6个月 并经常前往美国和以色列 报道指出 马云不在中国的时机 恰逢中共升级执行清零政策 今年4月和5月 当局对上海和周边长江三角洲地区 进行严厉封锁 台湾九合一大选周六才刚结束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举行记者会 媒体关注美国对台湾地方选举结果的看法 孙晓雅称赞台湾的选举自由公平 充分展现选民的意志 她也表示选举结果不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 29号下午 AIT处长孙晓雅在美国在台协会举行记者会 便问到对台湾地方选举结果的想法 孙晓雅对台湾的选举表达称赞 至于选举结果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 孙晓雅表示 美国非常认真对待台湾关系法所规定责任 无论选举结果由谁胜出 对台军售都不会受到影响 过去数十年来如此 未来也将继续 另外有媒体问到 台积电三奈米先进制成前往美国 是否会降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愿 对此孙晓雅表示 1970年代台湾关系法成立时 台湾还不是全球先进半导体供应链重镇 台积电的投资不会影响美国对台承诺 另外对于中国当前爆发的抗议潮 孙晓雅重申白宫立场 表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权利和平表达他们的想法 新唐亚太电视张麒麟综合报道 南韩总统尹锡悦近日接受外媒访问时提到中共当局有责任去约束北韩的行为 同时尹锡悦也表示他坚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 南韩总统尹锡悦28日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中共有能力而且有责任去影响北韩的行径 他指出北韩近期的挑衅使得周边国家增加国防开支 美国也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 这样不但不符合中共的国家利益 也无助于区域的和平 北韩今年试射飞弹的次数已经突破过去的记录 甚至还传出要进行第七次的核子试验 而中共和俄罗斯身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却多次阻挠西方国家对北韩实施新制裁 尹锡悦表示如果北韩真的再次举行核事报 会是极其不明智的选择 南韩和盟友们会做出强烈的回应 而在被问到台海议题时 尹锡悦说 任何的冲突都应该根据国际规则来解决 他坚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不过尹锡悦也指出 台海是南韩所关注的安全议题之一 但南韩更担忧北韩会利用该局势来采取军事行动 新唐雅台電視李毅宏綜合報導 多多社報導韓國總統尹錫悅表示 韓國將提出客製化獎勵方案 鼓勵特斯拉在韓國新建電動車超級工廠 也會幫特斯拉盡量排出日後可能的罷工營運風險性 馬斯克表示蘋果威脅要從App Store下架推特 但沒有說明原因 此外蘋果也已暫停在推特上投放廣告 摩根大通報告表示 預計台積電將在未來4-5年內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擴大3奈米5奈米製程 報告指出台積電在美國成本雖然高於台灣 但與美國代工同行相比 比這些代工廠更具有競爭力 友達29號宣布 台灣台中廠F3獲得 國工業4.0獎智慧自動化項目肯定 成為全台首家 也是全球首家顯示器製造業 獲得德國工業4.0獎的肯定 新唐人也太電視整理報導 與人民站在同邊 北京警察聚配合居委會封控 黃丹說年輕人覺醒中國應新時代 人人都要切割中共 謝謝早安新唐人等您了解 夾智具的先鋒 沉浸科技 專業AI智能化夾智具 四大系統全方位整合 高精度 高耐久 高品質 重複定位精度2μm 累積超過80項專利認證 通過ISO9001品質驗證 精準加持所有你想要的 有了沉浸 一切搞定 台灣之光 沉浸科技 如何為全家人挑選好的營養食品呢 選擇出乳國際企業就對了 無糖配方 不含植物油粉 奶精 食品化合物 采用APS集團 純淨乳原 通過多項驗證 豐富免疫球蛋白 營養均衡 低脂肪 零膽固醇 是健康活力的最佳補激 初乳國際企業 就像家人一樣愛著你 台灣兵維一級保育牛樟樹 浩風全台投入富裕牛樟樹 維持山林生態 響應全球降溫 將減碳落實於行動 實現淨零排放 同時累積碳全額度 實踐ESG永續發展 牛樟富裕 全球永續 浩風生計 阿公教我 用心真誠對待玩物 阿嬤叮嚀我 別忘記吃好的食物 團圓之時 暖心暖胃 熬製幸福的禮物 濃米欲露 您有睡不著的煩惱嗎 睡眠品質低該怎麼辦呢 德行天下德行樂眠枕 採用德舒服專利濾精乳膠 具有高回彈性與支撐性 多孔性結構結合被常探 透氣性佳 具眼紅外線 可均勻承托 緩解頭部壓力 讓您睡得健康又舒適 德行天下 讓您安整無憂 一問中共嚴厲的封控 中國大陸爆發 堪稱是六四後最大規模的抗爭 多位台灣立法委員 以及中國民運人士王丹 共同召開記者會 聲援中國民眾 王丹表示 這次抗爭是年輕人覺醒的新時代 中國將面臨重大轉型 王丹還表示 中國人人都須與中共切割 聲援中國人民反封控 譴責中共誤暴力鎮壓 譴責中共誤暴力鎮壓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 和台灣立委 在台港人一起手拿A4白紙 跨海聲援中國人民的白紙革命 這次的大規模抗爭 我認為意義非常的重大 那麼它也許可能過幾天 就會被鎮壓下去 它也是象徵著中國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 這個時代就是以抗爭為特點的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中國年輕人覺醒的新時代 這個時代就是中國公民社會 已經決定不再沉默 而跟暴政進行對抗的一個時代 因此中國未來將面臨著非常大的轉型和變化 當越多人可以看清中共極權政權的真面目 越多人對這個這樣子的強力的壓制 感覺到不滿 就會有更大實現這些理念的可能性 33年過去 在六四天安門被掐滅的民主自由之火 渴望再次點燃 王丹認為 如果中共鎮壓 將激起民眾更大怒火 習近平未來任期 面臨重大挑戰 我堅決的相信這次挑戰還只是一個開始 未來他可能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中國經濟形勢繼續下滑 青年失業率大幅度的上升 這些東西包括清零到底要怎麼收藏 他未來這五年絕對不會好過 王丹發出與其他民運人士的聯合公開信 向中共官兵警察發出強烈呼籲 強調只要違背法律 鎮壓人民 甚至開槍 時報都會被追究責任 也提醒中國民眾 紀錄所有看到 聽到強害民眾的人事物 作為將來懲治兇手的法庭證據 他說人在做天在看 大家一起來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把中國人和中共分開非常的重要 現在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反共的大潮 美國最近也剛剛加緊了 中國共產黨員入境的管理限制 所以如果你還繼續留在共產黨內的話 你可能會影響你根本自己的未來 你的道德 你的榮譽和未來的切身利益 所以我覺得現在已經是時候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跟共產黨切割 劃清界線 在大紀元網站上 近期有警察在要不到文件的情況下 眾站上街頭 一名抗爭女子與警察對峙時 憤怒抗議 我只能揮著手 你只能把刀割剩下最無故的人民 中共官方展開維穩 多地傳出發生警民衝突 然而中國人民對於民主法治與自由的渴求被喚醒 連體制內的警察 近期都開始反對無差別封控 有警察在致電居委會要不到封控文件後 將小區開放 北京另一個小區內 在防疫人員要把小區大門封起來時 還有警察出來制止 防疫人員因為不滿 與警方起衝突 最後被警察帶走 中國各地爆發白紙革命抗議 引發海內外聲援浪潮 而現在有海外網紅揭露 中共公安局現在大面積 撥打給各地的中國學生 恐嚇要求刪除聲援的訊息 否則將上門抓人 人在美國的中國Youtuber也收到來電 他曝光對話內容 你是不是成XX 對 我是 請問你是哪一位 給你打這個電話 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找你了吧 中國各地爆發白紙革命 反抗中共親臨政策 原在美國的中國級Youtuber陳老師 也上網在微信朋友圈發聲支持 不料卻收到來自中共公安局的威脅電話 要求刪除相關訊息 否則將上門抓人 現在網絡都是隨名制的 你的一舉一動都記錄在我們的系統裡 你如果這樣繼續不配合 我們就會強制執行逮捕你 這是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的 我不管你在哪個角落 你只要今天還在中國人民共和國這個領土上 我們就可以有理由找得到你 你們有沒有搞錯 法律賦予你們的權限讓你們去抓人民嗎 在套話中 陳老師發現 這樣廣泛撥打給中國學生的恐嚇電話 似乎尚未查證他人在美國 陳老師為90後的中國青年 曾在推特批評中共網路審查制度 而被當局抓捕 今年8月前往韓國留學時 則遭中共政府威脅 凍結所有信用卡格部分社交媒體 才被迫離開前往美國 我想問一下 我發的那些東西 我是真心實地的 為中國老百姓發聲的 我為新疆人民發聲的 我做錯了什麼 什麼這個叫不當言論 現在我再次最後一次的警告你 把你在網路上發表 關於新疆以及其他的不當言論 立即刪掉 否則後果自負 通話最後 陳老師直接回嗆力挺新疆人民 讓公安語無倫次 再次威脅後草草掛上電話 目前他的微信訊息 已在中國境內被屏蔽 而在中國的抗爭者 也頂受極大壓力 網傳上海警察 直接在路上盤查民眾手機 這通來自中共公安的電話 目的也是為了恐嚇 敢於發聲的中國人 他其實就是一種恐嚇來電 恐嚇中國人民 恐嚇中國人發出聲音的力量 最後我想說一下 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加油 台灣加油 中國人民站起來加油 共產城下台 共產城下台 新唐亞太電視林運航 唐傑安總理報導 集烏魯木齊火災導致數十人死傷之後 四川宜兵11月28日也發生火災 由於小區被鐵皮牆封鎖 消防車被擋在小區外 無法使進火場救援 該影片再度引發網友共鳴 烏魯木齊還沒玩又有一個一樣的案例了 哎 又是鐵皮 消防車不想進吧 這麼薄的鐵皮他還撞不開嗎 不敢撞 怕違反了防疫政策 新疆烏魯木齊大火事件點燃了民間的怒火 中國各大城市掀起了一場白紙革命 抗議中共的極端防控政策 日前香港電影金像獎影后 春夏深夜在微博上發文挺白紙革命 他說什麼也做不了的我們 只能在家剁腳掉眼淚 張珊珊是誰 大陸一名女子註冊35家核酸檢測公司 且註冊所在地多爆發疫情 甚至傳出哪裡有她的公司 哪裡疫情爆發的說法 網傳她是紅後代 並登上熱搜榜 而涉事的蘭州和子華西 則簽出深圳市和子基因公司 背後實際控制人為張和子 有人怒斥權貴發防疫財 也有人指責中共拋替罪羊轉嫁矛盾 中共執意實施病毒清零政策 新疆烏魯木齊火災事件 引發中國多地爆發抗疫活動 英國BBC駐上海記者 在現場採訪時遭警方暴力相對 並強行帶走 英國首相和商業大臣對此表示譴責 而中共外交部則一如既往地加以否認 新唐人兩台電視整理報導 市族塞英格蘭提走威爾斯 美國勝伊朗 雙雙晉級16強 謝謝早安新唐人 帶您了解 生活的自信法則 培養氣質與品味 生命的自然法則 選擇舒適與美好 品味 質感生活 第八雷 深耕台東建設三十年 施工扎實 設計多元 施工建設 陪您看見對家居的價值 你有麻煩聽說話或電話 或聽到電視上高音樂 那你需要善良善聲聲音控制 直接放在 Bluetooth 耳機上 然後放在操控器上 你需要 享受你的生活 GET YOUR GOOD VOICE EXTEND YOUR HEARING EXPAND YOUR LIFE GET YOUR GOOD VOICE NOW 想買起身椅又不知道怎麼選擇嗎 立揚多功能起身椅 受創升降座椅設計 所有部位皆能無斷式獨立調整 可以隨心所欲享受頭等艙般的舒適 立揚首度結合電動床與律動床功能 以全身周期性加速度運動原理 為不方便運動的人達到充分運動的效果 愛家人找莉雅 守護全家 神采飛揚 歡迎回來觀星市族賽 在B組第三輪賽事中 三師軍團英格蘭靠前鋒拉取福特 在下半場攻進兩球 以3比0踢倒兄弟對威爾斯 也完成隊史在世界盃的百球里程碑 另外美國則靠前鋒普里希赫在上半場攻進一球 以1比0險勝伊朗 雙雙晉級 氏足賽16強 接著帶來看到11月30號的天氣預報 祝福旅行 为了向护航为沉默发声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再会 我要吃水果 好棒哦 好看吗 我要怎么写 来妈妈教你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啊 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 还原汉字原意